要跟所現場的朋友以及嘉賓分享 現在就讓我們歡迎今天的特別嘉賓 Sandy 吳姍如 歡迎Sandy 哇 我們美麗的Sandy拿著我們這次新的產品 出現在來到現場了 當然穿得這麼漂亮就是雞蛋花本人了對不對 我們就要請美麗的Sandy 跟我們前方的美麗朋友來補助一下畫面 我們首先看一下這張牽涉影機 請上來麻煩Sandy看一下我們右手邊的美麗朋友 接下來我們要正中間這邊再來一張 好 再來看一下我們左邊的美麗朋友 哇 裝裝好俏皮 很可愛耶 好 當然呢 我們稍後也會為大家安排更多的拍攝時間 我們這邊正中間再一次換一個不同的角度跟pose 好 我們再來右手邊 好 最後我們中間後排的這一位美麗大哥 哇 今天Sandy穿得太漂亮了啦 完全就是度假風 所以要讓大家互捕捉幾張美麗的畫面 好 我們最後十秒鐘 兩個半十秒之外我們現場之外 待會旁邊的區域還會拍出更多美麗的照片 好 那我們在右邊右手邊 我們再請Sandy換一個pose 好 謝謝現場的媒體朋友們 好 謝謝現場的媒體朋友們 好 我們在這邊也要麻煩公司人 逛我們地上麥克風 先請Sandy跟現場所有的 貴賓媒體好朋友們來打個招呼 哈囉 大家好 我是Sandy 吳珊如 你們都還好嗎 好久不見了 看到你整個人都好起來了 但是剛剛又很多還沒有拍到美美的照片 對不對 我告訴大家 我們待會兒因為其實 Sandy今天來到的是自己的主場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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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聊咖啡 無聊咖啡因為疫情關係 好久沒有塞這麼滿了 非常開心 你們都來了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是 聽說昨天Sandy 就自己有到我們三個打卡景點區 來看過 先來採點了對不對 對 因為剛好昨天有一個 也是直播的工作 然後也就來到無聊咖啡 然後推薦給大家 然後他們來 他們說 哇 你好有別出心裁 把這個場地用得很像雞蛋花度假設地 我說 沒有啦 其實是包場 對 然後就很謝謝花片子 再次帶了新的產品 然後也來無聊咖啡包場 讓我們這邊呢 又有一種全新的氛圍 全新的樣貌跟大家見面 對 而且這次好像只有四個多月 所以大家真的要把握時間 把握機會過來 對 雖然是到九月底而已 你說只有四個多月嗎 對 不好意思 就是我們無聊咖啡開店 三年以來就是包場最長時間的了 所以再次掌聲謝謝花仙子 真的 也謝謝無聊咖啡 希望我們這麼漂亮的場地 那當然其實我剛剛有跟大家稍微 是偷偷透漏了一下 聽說Sandy你自己已經搶先 體驗了全新的商品 我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自己自己新的香味 你使用的一個感覺 我其實覺得 剛開始拿到的時候 我想說 原來他們出沐浴露啦 我是先看到大罐的 然後才發現 原來這是一整個系列的雞蛋花香氣 然後呢就先拿了沐浴露來試 因為剛剛沐浴露用完了嘛 結果拿出來用之後 剛開始會覺得 喔 這是少女的味道耶 是有一種檸檬啊 然後又有一種淡淡的 依蘭依蘭的香味 有戀愛感 對 結果沒想到它竟然是有前中後調的 所以中間呢又跑出了一個 雞蛋花的香味 就很像在度假 覺得來到巴黎島的樣子 結果沒想到我睡覺起來之後發現 欸 深深的味道變得更沉穩了 它是有一種木質調的香分 所以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 這幾天全身都是雞蛋花的香味這樣 真的是非常稱職的一個特別的嘉賓喔 其實剛剛Sandy有提到了 像是這個香水沐浴露 它是有前中後味的 對 跟我們一般對於沐浴露的味道感覺 好像印象不太一樣 而且好像久了 會變成你自己的味道的感覺 對不對 對 因為你們其實用了這個 國外的調香食 特別來為華鮮這次的 全新的產品做設計嘛 所以其實剛剛講到沐浴露之外呢 我還偷偷拿到了那個 你們的香氛袋 對 香氛袋 香氛袋今天掛在 掛在我們店裡面好多地方 其實大家都可以去聞一下 因為味道非常非常的清新 也非常的舒服 那那個香氛袋呢 我現在是掛在衣櫃裡面 好玩就好玩在 它不只是會自己散發香味 它還有辦法除臭 就衣櫃裡面那種悶悶的味道 就會被它帶走了 所以我覺得是非常非常的舒服的一個產品 哇 你講完之後我都好想去囤貨 買一箱回家放了 完全可以 因為它非常的不貴啊 非常經濟實惠 很多人會說 那香氛袋一下子就沒味道 沒有 它可以持香30天 那今年2020已經過一半了 恭喜你只要再買另外一半就可以了 好像聽起來蠻划算對不對 而且可以讓你換得下半年每一天都很開心 幸福快樂到爆炸對不對 是 沒錯 好 那當然我也想要問一下Sandy 因為其實Sandy對於自己的生活品味也是很重視 然後呢我覺得也非常多的朋友會看你的一些分享 像我現在就是把你的文章當作一個電台的感覺 每一天都可以聽不同的歌曲那種感覺 那我想要問一下你是怎麼影響你的生活的一個居家氛圍的 其實我覺得我是一個嗅覺非常非常敏感的人 所以對於很多的香味我是非常在乎的 那我又沒有辦法接受 例如說一個房子裡面這個整個屋子都是同一個味道 所以我反而喜歡這邊有一點不同的味道 那邊有一點不同的味道 那這次雞蛋化的香氛 因為它的擴香味道其實 像今天是為了這個場合這麼大啦 但是我的廁所裡面放大概就放兩支這個擴香棒其實就夠了 喔 你很聰明 這樣就不會揮發這麼快對不對 對 然後它味道是非常舒適的 那它一樣也有除臭的功能 所以在廁所啊或者是在那個 我其實有放在玄關 因為像家裡進門入口那個玄關 有的時候還是會有一點外面的味道嘛 所以它能夠除臭 那同時又能夠防香 我覺得用起來呢 會讓你的生活覺得 欸 每一個角落都有一點小巧思 哇 這個很重要耶 因為其實大家看你喔 除了看外表之外 其實香味是人家給你的第二個印象對不對 對啊 而且一踏進去這個家 聞到這個味道就會覺得 這個家裡的女主人非常有品味 對 因為香味啊就是 跟聽覺一樣 嗅覺跟聽覺一樣 是就是等你發現已經來不及了 所以你必須確認它永遠都是狀態還滿好的 這也是為什麼男生都會形容女生 欸 女生身上永遠都香香的 對 因為我們每一樣產品都香香的 所以其實不管是你喜歡雞蛋花 或者我剛剛講到一蘭一蘭啊檸檬啊 或者是木質料香粉 其實全部都在同一個產品裡面 這就是他們最貼心的地方 那我還想要問Sandy 因為其實我知道Sandy 是一個非常有想法的女生 那之前工作其實會把自己搞得很忙碌 壓力很大 現在其實雖然有一點點可以休息 可是這樣子的壓力反而更大 欸 請問是誰跟你說 所以我有一點點可以休息啊 我完全不能休息 我完全 我剛剛還在跟我經紀人說 可以拜託放我假嗎 然後他說 可以可以你明天有一天的假 所以我五月 我從三月就一直到現在都沒有 都沒有休息 對 也是謝謝各方的厚愛 我就是剛好工作全部都擠在年初 那這麼忙你平常怎麼去放鬆 或是你有什麼休閒運動啊 我個人還是個吃貨 所以你看我開咖啡廳 所以只要有空 我還是很想要跟朋友出去吃東西啊 然後聊聊天啊 有的時候忍不住 雖然很克制了 可是還是會忍不住想吃一些烤肉 或是火鍋 結果後來發現回家味道好重喔 然後就是心情變得很差 怎麼辦 所以後來我就發現 其實他們有那個 支品噴霧 那不管你要噴在家裡面 你要噴在支品上面 衣物上面都是可以的 所以我都會隨身攜帶 變成我吃完火鍋 我走出來就噴完就覺得 沒有啊 我剛剛只是去巴黎島啊 經紀人就都不會發現我偷吃燒肉 為什麼他如果知道你偷吃燒肉 會嚴格的禁止是不是 他會生氣我沒有揪他 原來是這樣 有經紀人都吃的比我飽啊 我以為他對你生活管控很嚴格 結果是因為沒有約他 因為我現在就是 真的飲食調整非常的努力 然後一方面也希望健康 健康真的好重要喔 我又在講老陳的話了 沒事沒事沒事 就是也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啦 其實我聊天來放鬆 所以我們這一次也是跟MB咖啡 合作這麼久的一個快閃店 你剛剛說其實蠻久的 可是我覺得只有一點點時間 一下子又過了 真的要把握機會 這段期間有推出什麼樣 我們要特別跟吸引人 要邀請大家再來一個重點嗎 對因為其實我們當然是以食為主 那我們環境也很特別 很多人都說我們是網美店 可是我們東西也非常好吃 那為了這一次呢 我們全新的香氛雞蛋花香氛 我們做了一個慶夏島嶼的 夏日午茶套餐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就可以歡迎來無聊咖啡 因為我們站地很廣 所以歡迎來定位 就一定可以定到你喜歡的位子 那我們這個午茶套餐之外呢 你也可以對我們這產品有興趣 到現場來看 我們也會現場展示給大家 在我們的洗手台那邊呢 也都有試用品可以給大家感受一下 雖然不能在這邊洗澡 但是可以在這邊洗個手 感覺一下這個香氛是不是你喜歡的 那另外呢 其實你們這個系列除了雞蛋花 還有別種的香氣嗎 對 其實現在Annie有聽到 對像是英國里小蒼蘭啊 或者是海鹽的那種 植微草 讓大家都感覺很清新很舒服 那來到無聊咖啡呢 我們現場有好幾個所謂的網美打卡店 包含像是秋千區做的像一個海灘的感覺 你只要穿稍微的亮色 所以像我一樣黃色的 大家就會覺得你在海邊了 像我穿藍色我在裡面就透明掉 我覺得就像一顆頭 沒錯 可是你穿藍色呢 就邀請你到花房去 花房呢 我們做了一個 畢竟有沐浴露嘛 所以它有一個小小的浴缸在那邊 然後一樣呼籲大家不要再無聊咖啡洗澡 但是你還是可以在這邊拍照 很漂亮 它整個背板的設計呢 也讓大家覺得很輕鬆很舒服 然後再來再到裡面去 因為我們店很大喔 裡面還有一個字母牆 字母牆的空間就有一罐 大概比這個等比放大一萬倍的一個 真正的擴廂的那個造型 在那邊 大家也可以在那邊拍照 我覺得 不管怎麼樣 至少有漂亮的照片 心情會比較好一點 雖然大家都還沒有辦法飛出去度假 那就來無聊咖啡 小小的無聊一下度假一下的 哇很棒耶 所以我們來到這邊可以體驗全系列的 髮身系列這個雞蛋花的新品之外 我們還可以來這邊拍照 好嗨 好聞 好吃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盡量來到這邊 一起來放鬆一下心情 是的 好像有度假的感覺 沒錯 非常感謝Sandy為我們的介紹 那當然你剛剛說到其實防疫期間 我們來到了無聊咖啡這邊 我們的空間很大 因為我們也都有維持安全的社交距離喔 大家不用擔心 然後另外呢 我們也希望可以讓Sandy 無時無刻都有放假的感覺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準備了一個 雞蛋花的香氛禮盒要送給你 這邊呢 就要讓我們再次邀請到美麗的執行長 Eddie來到舞台上 這個我幫你拿 好 兩位今天站在一起 就真的好像帶我們來到了夏威夷 或者巴黎島的感覺 我們一起再往右手邊這邊 燈光比較漂亮 我們先看前方正中間 在前排的順序 好 OK 這是他的小巧思 好 這個吧 好 我們一起想像現在在海灘邊 有非常多的帥哥 在幫我們補妝畫面的感覺 這邊中間前排在一張 好 再來幫我們匯一下視線 我們看一下右手邊這邊的美女朋友 好 好 我們正中間前排在一個不一樣的Pose 好 這邊我們在左手邊這邊 哇 我們旁邊有一位嘉賓美女要幫你來補 可以幫我們擺幾個美麗優雅的Pose嗎 好 好 先拍一下 先拍一下 好 謝謝現場的媒體朋友 這邊囉 這個也是Sandy非常推薦的一款產品 可以嗎 聲音都可以嗎 這個聲音 大家都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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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先推薦一下 就是無聊咖啡這麼漂亮 哪一個場景是你自己最喜歡的 一定會在拍照 哇 謝謝你問無聊咖啡 無聊咖啡已經開三年了 其實一直以來都有在更新它的樣子 然後大家來拍每一次都會是不同的樣貌 但我自己最喜歡其實是秋千曲 因為其實蠻浪漫的 那因為之前是冬天嘛 我們就沒有把那個噴水池打開 那接下來要準備迎接夏天了 我們也就會把噴水池打開 所以整個會有一種真正度假的感覺 那希望大家有計劃 他可以來無聊咖啡看一下 無聊一下這樣子 剛才你說很忙 可是好像最近有在女人曾有怪 對啊 欸這件事情還好你們新聞沒有做到太大 不然我終於被我爸罵爆 因為他不讓我打電動 我今年準備 我今年29嘛 然後29年來其實都沒有玩過電動 然後這件事情就是偷偷去買 而且我為了這件事還殺去地下街 然後跑去地下街還打給我的那個 很會玩電腦的男生朋友們說 到底要去哪裡買 他們就說16號出口 16號出口是哪裡 我就從頭走到尾 然後都找不到 後來問了好幾家之後 才終於找到了一台 我覺得價格還算合理的 硬是買了一台回來玩 那截至今天為止呢 我現在是買不到大頭菜的狀況 因為我每個禮拜天都要讀小明星大跟班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他可以捐大頭菜給我 而且我跟我的助理說 啊我忘記買大頭菜了 然後還說我幫你買 我想說哇他好照喔好厲害這樣 結果隔兩天他就真的從超市買了大頭菜給我 他不知道我在玩電動這樣 每天都在花多久的時間玩 現在一天其實就是睡前最多一個小時啦 其實我我真的很lucky 因為工作剛好是排在春天 所以比較有空的時間反而都是睡前 或者是可能妝髮時間稍微長一點就玩一下 可是在玩然後那個化妝師要幫我上假睫毛或什麼時候 我就一直抓不到蝴蝶然後就想算算算 後來就決定還是睡前玩一玩 然後快睡著了就存檔這樣 所以一個多小時差不多 現在很多藝人朋友在玩嗎 有沒有因為這樣就是在島上 要怎麼玩一些認識一些藝人朋友 欸我其實反而在這件事情上很害羞 我到現在都不敢加朋友 然後其實我有私訊成林 我有跟他說那個你不是有兩台嗎 可不可以我們一起玩好不好 大家一起玩 然後他說我已經送給我姐姐了 我就說好沒關係那那個要不要就是你知道意思一下這樣 然後他可能沒有聽懂我在說什麼 所以他就說我們可以 但反而他是約說我們可以一起運動啦 然後我想說好吧好吧 走健康路線 沒辦法一起打電動好吧 算了這樣 所以現在還沒有在島上跟其他藝人妹妹 沒有現在唯一的朋友就是我妹妹 然後他就不幫我做斧頭 我真的很生氣欸 好啦我們不要聊這個 等一下會被罵死 因為毕竟是剛剛有期待 所以來到新營三年的 那因為疫情的話有沒有對於店裡的生意有影響 我跟你說其實一定是有 但是我覺得比較 我很lucky也是我們店佔地比較大 所以因為佔地比較大 我們的1.5公尺的影響沒那麼大 所以我們反而把桌子拉開之後 大家來說哇怎麼好寬敞 其實店裡面本來就還蠻寬敞的 那也謝謝所有這段期間都還是一直支持我們的顧客啦 因為他們也真的是冒著生命的危險來到這邊 那其實我相信大家可能也真的是憋壞了 然後但是現在好多時間了也都零確診 那我們希望我們就繼續一直這樣下去 因為這次防疫真的做得非常的好 那也希望大家真的真的身體健康平安 然後希望能夠趕快解禁讓大家回復正常的生活 因為這真的其實還蠻多的藝人 比如說開飲料店包含漢典 然後或是說老蕭啊他們都有開飲料店 那身為營業這種餐飲的始祖有什麼建議給他們 哇始祖嗎 始祖真的不是我應該是新美姐吧 因為他們真的太厲害了 我其實會覺得開店需要非常大的勇氣 然後我自己開店大家都一直問我說要不要再開分店 我說要不要再開店 我說沒有接下來目標就是開心 我沒有想要開店 然後他們開店我覺得都是很聰明的決定 因為他們都是那個好幾個股東一起 就是團結力量大 不然我其實覺得開店其實壓力會很大 你要take care的是很多很多人 還有很多的需要我的員工們這樣子 那這次主持其實也知道小禎跟他爸爸也有合體啊 對上你們這樣的感覺 有沒有覺得他們跟他交流一下的消了一切 他很可愛喔他有傳訊息給我 跟我說要我照顧老人家 我想說老人家他不是跟瓜哥一起嗎 怎麼會輪到我照顧老人家 原來他講的老人家是小梁哥 然後我就說喔OK好我會努力這樣子 那其實我覺得就像我剛剛說的團結力量大啦 就是他們加盟到中天其實我們也就是連在一起播 那不管怎麼樣觀眾朋友喜歡看什麼都是他們的決定 那我們就是盡力做好自己的本分 那在FN經濟牆這邊我也還在努力的學習摸索當中 然後如果有什麼需要調整的我也會盡快調整 希望自己可以趕快上軌道 所以附許有機會成為第一次節目的嘉賓嗎 欸應該有機會喔而且地球人很好看耶 我第一集就有看了 雖然是一個我還沒有辦法聊上的一個話題 他們在講婚姻嘛然後還有一些法律上的知識 那我其實很喜歡學新的東西 所以在看的時候覺得很有趣 那欸可是如果小禎姐可以來二分之一當嘉賓應該蠻好玩的 所以我期待他可以回來 然後把小梁哥嗆爆 沒了嗎我要走了是嗎 還有要問的嗎 欸我們都沒有聊到香氛耶糟糕 差不多了嗎 好我盡快 這個花仙子推出的全新雞蛋花香氛系列呢 會在無聊咖啡開快閃電 所以這次會從5月19號一路到9月30號 9月底之前都可以來這邊 我們有一個慶夏島嶼的夏日午茶套餐 希望大家有機會可以來感覺一下 那雞蛋花的香氛呢希望大家可以喜歡 選購的時候呢可以挑一下 平常喜歡使用的是哪一種 希望大家都能夠過一個 剩下度假感的日子謝謝 謝謝